那是现在用一些数字去讲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万能超速 不是一个三百 新加坡跟香港的出入口的比较 你看香港都是一面倒去清湘 中国台湾可能也有这样的味道 新加坡是比较平衡 不会依赖某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它觉得我不可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那里面 这国在一个尝试 但是对一个不是国家的地方 这不是尝试 所以在这个政治地位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新加坡可能因为一些地方已经超越香港 比方以前香港是一个亚洲很重要的国际仲裁中心 但是2013年有一个港国案件 然后外界可以看到原来中国外交部队 香港的法院都影响了这么大的时候 开始那些案件都去了新加坡 不是去香港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原来香港跟新加坡那么经济比较相差不一样 但是那差距其实是在2000年代之后发生 不是中国管制香港的时代发生 但是是不是香港就不可以跟新加坡比较好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比较 因为在今年那种瑞士IMD世界竞争那个排名里 香港不知道为什么 它变成了世界第一 然后Bloomber就有一个报道说 一直都在讲新加坡跟香港去竞争 好像跑出了是香港 当然没有香港人可以相信 但是里面有一个有趣的point就是 也是我经常会很喜欢讲 新加坡跟香港很不一样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新加坡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政府 社会比较弱 香港是刚好相反 社会比较强 政府比较弱 为什么今年新加坡的排名 竞争的排名不及香港是因为 它很依赖这个外地 因为新加坡人在这个威权统治之下 它是有经济代价 很多人都变成一个好学生 他们没有这种自主性 没有这种创业 所以要依赖这个外国人才 但是但是 刚才有讲过 因为新加坡政府也讲这个位数的问题 讲政府的问题 边界那种问题 所以有民意压力 所以政府要需要把这个外国人才 来进来新加坡的门栏提高 所以新加坡不可以在 好像以前那样 依赖这个外国人才 所以它的竞争力就受影响 不及香港 这个是李显龙 speech里面 presentation里面其中的图 就是讲外国人来了之后 其实他的图的地位反而是下降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候 在stress times 或者是today 就是新加坡另外一份报纸 他们有很多新闻就是说 然后他们去下降看为什么那是safet sector 那不得的地方好像比较好 在新加坡也是 那不准里面就是财政就是这样 经常有这个关键词就是 叫那些新加坡的中小企 你要提高这个生产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一开始做生意 这个不是尝试嘛 对不对 增加你的生产 可是那问题就是很多中小企 都很依赖这个外来便宜的外劳 而不是想怎样好像瑞士那样子 弄很多名牌 把那个price提高 那可以赚很多钱 瑞士后面会讲就是这方面 要给人生成比较强 这个最新这段的那个文章 就是讲最新加坡过了一个bill 然后会令到那个新加坡人 更加坡的旺盛化 所以更加会做一个好学生 这会影响更加影响到这种自主性 刚才讲了现在香港是一流氓很差 所以民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其实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 就是五华道文画圈这个概念 这民间自己去用自己不同的渠道铺 去联系其他世界不同的地方 比方说东南亚 尤其是在冷战的时候 香港跟东南亚其实那关联是很重要 很密切 这是最新的一个电影 刚好像一个月之前 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街里面 手里 这个是香港跟马来西亚合拍的一个电影 或者是可以 这可能也是民间可以做的一些尝试 重新把这个万能差速 变成比较香的 三板的一个努力发生挣扎 然后就是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跟新加坡的关系 现在变得越非常矛盾不大 对不对 这个是八月的时候 新加坡很高兴去访问美国 然后中国就很不开心 然后就有很多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一些新中矛盾 比方说他的军车在香港也去了 然后当时那种感慨就是 新加坡距离中国这么远 都有新中矛盾 然后矛盾越来越强 更何况是港中矛盾 然后这个是2016年8月的时候 国庆群众大规演说 这个群众大规演说 就好像香港 那些事真报告的样子 去讲未来新加坡 未来一整年 新加坡国家的发展策略 应该怎么讲 然后他里面有讲到 我们第一 第一需要美国在亚洲 去确认和平衡 当然那种对象是中国 然后第二就是 他虽然在南海的争议里面 没有一个主权的数学 但是他还需要 因为他需要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 书背士的世界 讲规矩的世界 讲国际法的世界 而不是讲力量的世界 他对小国才可以 有更加多的生存空间 留意新加坡 他讲的这些话 他知道中国大人很不开心 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 然后这个是在 譬如那个A盆会议里面 以前农用词是非常明显 还有非常的 short的 就是说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 再会有一个中途之国 Mittal King 这个是国家才可以讲 香港的官员不可以讲 我们的中国还是伟大 我们就是因为有 伟大的中国 所以香港才可以 发展下去 你可以看到他们做不一样 这两个是 Strax Times 一个是外交官员写 一个是学者讲 然后这个就是说 中国对新加坡有四个大的误解 但是 这个是学者王庚武 王庚武之前其实曾经当过 香港大逊小战 两篇文章其实呢 主体都是很像 就是说 你不可以说我们新加坡 看来好像中国人 就觉得我们在每个事情都需要 跟中国站在一起 因为香港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 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心得 所以我们不需要 什么事情都需要 一种的大动力做 这就是两篇文章很重要的 香港肯定不会讲这些 那原因也很明显 但是新加坡眼中的 很中国的一个形象 军车事情发生之后 然后就拿着他车 新加坡很不开心 就是一些blog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这个是很新加坡很简直 但是可以反对 很有本土味道 这也是新加坡 一些基础的一些想法 这个黄学时报 其实也是代表官方的东西 在这个八月国庆群众大会演说里面 李显龙在说话的 这些中间他不舒服 然后很多微博的网民就说 如果新加坡一开始 跟我们中国站在一起的话 那就不会不舒服啦 这是很中国神级的逻辑 然后这个中国神级的逻辑 就被新加坡的媒体报道了 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看 新中矛盾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这个是比较有道路背景的 一些学者在一方面 做Times讲中心矛盾 最后一段是特别有感觉 因为他觉得新加坡 他说最近不听话 不站在中国那一边 是因为他在外交长河里面的 邀约感越来越少了 所以很不开心之类的 这对香港人也是很亲切的 因为他经常说 香港现在没有那种邀约感 所以有中海矛盾 也是中国的一种逻辑的一种世界观 然后这篇文章其实很觉得 回去不不再看 这个是赵明文章 他是南风昌之前的一个 草美人 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 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新加坡 然后他就觉得 如果中国人觉得新加坡 是一个狂人为主的国家 天然就应该亲不亲中国 也是中国的神级逻辑 然后他觉得 但是新加坡真的不需要听中国的话 因为他觉得 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 不是中国的辅属国 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对新加坡人来讲可以这样讲 香港人肯定不可以这样讲 你这样讲的话 又会打官司 现在香港发生的事 就是有些老前辈会出来讲 可以在好上以前都很重要 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年轻人 就会脸之 继续怀念这个英之世代 独立于这个中国管制下来 人心不可以回忆 但是在新加坡 后来李光也出了一本说 讲为什么英语这么重要 因为英语在新加坡 那是管制者的严重 就是连接这个世界 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这个也有国家生存的计算在里面 但是香港在这方面 他们也是找相反的文章 这也跟第一个重要的差异是 特区跟国家 这个是在金融中心排名 香港落后新加坡 就有一个香港的建筑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然后他临行指 这新高选的文章 然后他就觉得 当年新加坡成功很重要 一个关键就是 当年政府果断的把那些 左派都拒绑 没有令他在政治活源 但是现在香港 为什么刚才要讲的 六七八路那么紧 就是跟新加坡这个方法 来不一样 在香港民间 他们会支持新加坡政府 当年对左派的态度 当然新加坡人 就有一些民间的学者 就会很不爽这样的说法 但是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国家 但是它也需要 面对中国文化那种压力 这个是南大的一个学者 写文章去年很早报说 以前有一些南洋用开的 那些翻译 但是在中国大陆文化 那种影响在底下 开始都用大陆那种翻译 比方说 我们在香港玩的话 就会一样很简单 但是在大陆就会变成 这个贝克汉务 现在在香港也有 这样的政治讨论 为什么贝克汉务 变成了贝克汉务 这不是我们认识 那种抽签 最后一部分就是 政府跟社会关系 这个写的时候 尤其是它给香港的观众 因为香港的媒体里面 讲些说 那种故事很简单 人家讲新加坡是一个 租屋的天堂 但是香港是一个地域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上面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觉得 租屋负担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但是香港的媒体不会讲 然后我第一次讲这个演讲的时候 有一些香港的老书都不相信 是不是也是误解了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 去找这个数据表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数据表吗 房价 就是给你们猜 房价 这是什么趣事啊 你觉得呢 不是租比例 房价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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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房价 这是新加坡来的 新加坡的房价 你可以看到二零八年开始 都好像火栅一样升上去 所以二零一年 为什么执政党 他的支持都业织历史性 其中一个背景 就是因为房价生得太高 那二零一六年 现在好像那个水平稳定了 但是还是比之前高很多 所以问那些新加坡的安体 其实他们也会说 那留在好像稳定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高 哇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负担是一个问题 很多香港人更加会问 说啊 你可以他们新加坡人可以用CPF 就是那些中央抢自己 去给这个房价 他们可以容易上车 比香港人 起码比香港人容易 然后他们加很大 新加坡他们要求的地方就是 他们第一 他们的房价也需要拖长三十年时间 你可以看到他们生活成本压力其实也大 第二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CPF原来的用意 是帮助他们去退休 如果我三十年已经用完 但是用了很多这些CPF那边的钱 我退休就不办 那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房价会涨得那么快 因为在新加坡其实主屋里面 主屋不是一个福利 是一个商品 政府那就是希望新加坡人那个房价可以炒上去 然后这个资产就可以变成这个新加坡人 退休的一个房仗 所以他们开始有一种现象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就是他有很多的资产 但是他们手上没有很多 这也是他们会主乎一些抱怨的一些来源 然后在香港 在2015年选举之后 很多评论家就会讲 呃 是 执政党 那么支持度可以重新升到 好像接近七成 其实就很容易理解 他们就拆到因为 你不知道要死了 还有新加坡五十周年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事 在选举之后 today就是 看着讲新加坡另外一部报纸 很多新加坡人都觉得这个大选 基本上可能也是跟2011年差不多 被拆到原来这个进步被这么大 后来李选举出来访问的时候 也说啊 这些那进步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这个是在2015年 那个国会大选之后 做的一种资产 你可以看到 在新加坡 其实那是在矛盾 没有香港那么明显 因为香港那是在矛盾 除了经济发展之后 还有政治的发展 新加坡没有这样的头 他们对政治自由 其实不是太重要 然后他们 一些分裔只是 老年人会比较重视 政府会不会继续有一些福利给他们 因为政府出了一些 派遇就是建国的 因为他就是 为了庆祝这个新加坡国庆五十周年 那些老年人 可以有一些另外的 很强的福利 然后那些老年人就非常高兴 那promotion 其实他们也用了一些香港的房东 我比较习惯一些 那些歌 然后去promos 然后年轻人 他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生活成本的问题 这也跟外国人进来 很多外国人进来 推高这生活成本的一些关 然后图里可以看到 新加坡人选民 比方说最年轻的那些选民 其实是最困满反对党在国会里面的表现 但是在这个选举之后 他们也是最困满这个选举结果第一批人 后来有一些新加坡选者的朋友去分析 为什么今次突然之间 执政党可以意外 变了这么多 因为原来他们新加坡人想的事情 就是要放进更多反对党的人 在国会里面 令到这个不听话的政府比较听话 但是在这个招式大会里面 很多人看见这个反对党进次好生 真的会赢很多 所以开始怕了 因为他们的心思是 我只是换一两个而已 没有想过你真的会变成这个新政党 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事务 所以很多人说 啊我们要支持反对党 然后他们投这个PP 这个执政党 所以很多人都在依赖其他人去投反对党 大家都这样想的话 然后突然之间把这个执政党就 靠了很多 这也是可以看到 他们新加坡人 跟这个政府论述 使用主义也是很有关系的 可以放到我们就行了 我们不要有什么的意识心态的话 其实我的书稿写完之后 居住是有send给我 一个新加坡朋友 然后他会觉得啊 你讲香港好像 好像很悲观 香港很悲观 但是新加坡也没有想象那么好 因为他们其中有governance里面 很缺的一个东西 就是transparency 透明度 很多国民都不知道这个政府在里面做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做得那么好 其实不知道 其中他讲的一个例子就是3月的时候 在医院也有一些事物 然后那是秉型干颜去不断的传播 然后有人死了 然后新加坡就觉得啊 你所谓的经历也是这样子 然后工资金他们也会在想啊 政府是不是拿了一些钱去不知道什么地方投资 然后那投资结果怎么样 然后工资金因为是他们养老退休的东西 所以他们有一种忧虑 为什么2011年的时候 其中一个诉求就是高兴养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可行 可以操作 他们讲的那种忧虑就是这个 他们不知道没有透明度的这个经营 管制里面 是不是做得真的那么好 然后在香港有一些研究机构 都会做研究说有4成人想移民外地 不想再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原来在新加坡也有差不多的研究结果 4成人的人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想移开新加坡 3成人想留在这个地方 2成人说他们还没有住宁 这也是围城的那种味道 城外的人想进去 很多虾可能啊 觉得新加坡是天堂 然后新加坡人就想走 但是这个新加坡政府做的 在二零一年之后 他做了R-O-SYNCOPER CONVERSATION 他们中文名称叫全国对话 所以在不同的社区做了很多workshop 有一些新加坡朋友就觉得 有一些人真的觉得感觉挺好 因为觉得政府好像听话了 好像尊重了他们 感觉那样好 就也是有一些因素令到他们要进步 在二零一五年要升级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些 新加坡的知识 都只是写的一篇书 HARD CHOICES 里面都有一些 对新加坡模式的一些思考 比方说他依赖这个经营主义 是不是好事情 那教育里面太讲使用主义 太讲你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太把这个重点 放在这个科学 数学 然后轻视这个文科 是不是是不是好的退校 你没有很多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新加坡朋友 伸给我们一二零五年 Strekstown的一个报道 这个也是新加坡里面 我觉得香港可以学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很讲这个用人危险 他们有一个讲学经的制度 你读书好 然后他们要给你很多心理测验 很长时间的一些面试 看你的身体心理状态 然后就送你去外国很著名的大学读书 然后你归到这个公务员的团队里面 你未来就会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总理 那是高官 但是这个文章就讲 这个是in scholarship的一个interview 他讲很多candidate 好像都没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都有一种所谓 其实在书里面有一个是 新加坡学者写了一个道理 然后他里面有讲 新加坡在威权正经 刚才有讲就是那经济代价 拎到国民变成了好学生 有一个怕数文化 然后他说到这些未来的精英 都有这种怕数文化的心理状态 如果未来是多变难车的话 再有这样的精英 那国家会怎么样 这是他写文章的原因 他觉得这个是新加坡的优异